她是世界最强之人 孤身直面整个武林最强一击也丝毫不惧 而在这之前 她却是打着吊针每天加班25小时赚取生活费的群屌 她叫邹玉 前世是被游戏策划 因为一次又一次的通宵赶尽 即便打着吊瓶也没有休息 瘦小的身体终究还是没能扛住而猝死 但她没想到死后竟然穿越到自己设计的游戏 而且成为了游戏世界里最强之人 提法双修的绝世天才 摩尊未不忘 而此时正对她喊打喊杀的女孩就是游戏的女主 万年一遇的满夫体质拥有者江云国 游戏里女主本跟她有血海深仇 现在正对她破口大骂 但未不忘却觉得自己才更窝火 因为夜以继日的工作都是花在这个女人身上 不是给她修图就是设计剧情 害得自己都没时间出去谈恋爱 如今穿越到此正是她发泄一下的好机会 未不忘面露营销正要动手 一道磅礴的剑气突然飞驰而来 未不忘剑状面露危险 左手一台形成能量照 乃是圆明派掌门四如青集门下弟子 来人二话不说就要替天行道斩杀摩尖 单手指天直接放出大高 只见四如青突然从地上弹射而起 双手掐绝周身环绕飞 众弟子一见掌门首饰都大惊失色 难道掌门一上来就要施展绝招吗 此时四如青双目放光大喊万箭归一 一把数米高的长剑在其身后缓缓升起 接着大手一挥长剑就朝未不忘飞射 未不忘却一脸从容丝毫不荒野 四如青令弟子莫荒赶紧列阵防入 此时只见火光之中迸发出紫色光芒 未不忘缓缓而立 单手托起紫色能量球 嘴角一抹鬼笑使出一招 浮屠欺杀 能量球一瞬间将阵法轰破 圆明派弟子也被炸得人仰马翻 未不忘见对手模样得意的哈哈大笑 殊不知此时江云博双手持剑 从他背后偷袭而来 一剑直接扎在未不忘的腰子上 江云博本以为一击必杀却突然被弹开 偷袭 还好游戏角色出自自己知识 他早已给Boss设计了反甲穿在身上 此时未不忘看着影恨西北的灵云坡 难道自己设定的女主角这么一命无脱了吗 正想着眼前突然弹出系统的提示 任务失败 请重新来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是威名赫赫的最强魔尊 曾孤身血洗整个武林 如今却每天都要死十次 甚至每次都是自己在搞黄色的时候突然死 就在他还在疑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时 转念想当 原来是这个游戏主角战败好 系统就会自动横起 然而眼前这个女人便是这个游戏的主角 随后指着女人表示自己要去开启 为所欲为的魔尊生活 让她好好活着 说完没等江云波 一道独目紫色光柱便直直射了出去 似如轻见魔头逃走了随即一脸怒不可乐 而反观一脸猥琐的魏不忘 一想到他没羞没骚的生活就此拉开帷幕时 便不由地盲散地 下一秒魏不忘便来到魔教总坛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次次正准备搞黄色时 却一次次毫无征兆般死掉 魏不忘本以为独当重来只射了 没曾想这个蠢货主角是真的每天都在找死 此时再次重新独当 魏不忘此时一阵哑然 不由地吐槽起来 你特么一定要挑我搞黄色的时候死啊 江云波愣了一下一脸猛逼 算我求你了要死也等我脱离同南行列再说 转瞬间休的一生原地迸发出一道紫光便消失了 可谁知这网夫女的作死并没消停 轮回也还在不停地进行着 什么救人被低级阴兵射杀 被同门师兄踹下飞剑 死法千奇百怪 魏不忘见此情形不能再让他这么做死 得随时监控他在做什么 打开监控那一刻魏不忘盾是傻眼 这货竟然跑去单挑魔狼王 相差两个境界还打个屁这不又是白给他 此时江云波一阵耸然 低声难难道 原因7的魔兽果然远不是心动7的我能对付的 转念想道 不行我还不能死 我还要打倒魔王还有仇没有吗 魔狼盾十面路凶光扑向江云波 就在这危机关头只听见过 魔狼便被一拳打得倒飞出去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力量 江云波顿时一脸惊恐之色 魏不忘戏谑道 一个主角混到反派出手帮你 干脆把主角位置让出来算了 话音未落江云波此时双手持剑 一双美眸中充满杀意 转瞬间一剑刺在魏不忘腰子上 这一剂本以为得手无料却再次被弹开 衣衫褣的江云波此时狼狈地躺在地上 手臂上的红色印记显得格外扎眼 望着手臂上的印记魏不忘顿绝不妙 那个红色的纹身是他在策划阶段埋下的一个彩蛋 一旦江云波达到赤侠心的形态 魔尊将会各种惨死 反之则是江云波如果死了 游戏就会重新独当无限网络 魏不忘调了调媒顿绝无语 这还玩个蛋 难道脱离童子之身的代价就是我的生命吗 这是魏不忘灵光一闪 记得在他生前设计了一个隐藏任务 收集完整的十大神器魔王便可以卸甲归典 不过按照江云波这爱作死的性格 要完成任务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转瞬间魏不忘又想到一个馊主意 坏笑道 就算在游戏里你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如果送你两个这样的妹子当老婆你会选哪个 我们的男主和你们选的一样 那当然是全部都了 就在刚才 江云波和姐妹温慕容一起来到万西村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接到万西村委托前来帮忙诛杀魔狼王 正当他们想寻找魔狼王踪迹时 远处突然传来一阵打斗声 走近一看见是一个少年正在抵挡一只魔狼的袭击 可没想到这魔狼速度异常惊人 一个飞扑便抓在他胸前 吃痛的少年奋力向后退去 见此情形江云波一个闪现一把将少年护在胸前 只见江云波美眸寒光一闪 一声大鹤一剑砍在魔狼身上 将少年救下后 温慕容关切问道这位道友你还好吧 可少年却流着口水表示不太好 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然后趁机一头扎在温慕容胸前表示要贴贴的能好 这一抱下的温慕容满脸翘火 可就在这时魔狼却呲牙咧嘴追了上来 走投无路的三人只能缓缓后退 此时少年眼中一道寒光闪过 无形之中一张血盆大口出现在魔狼眼前 魔狼一时间被这股气息吓得愣在原地 下一秒便以二百麦的速度竟夹着尾巴逃走了 两人也一时间搞不清情况一脸猛低 回过城来温慕容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刚才感觉到这个小子身上散发出一股寒意是怎么回事 之后便也没再多想 三人来到万西村将少年伤口包扎好后 抱拳说道 在下邹玉是民散修道者 感谢两位法力高强的姑娘 江云伯微笑道 客气了 我们是原民派修士奉事命来此完成诛杀魔狼王的任务 一旁的老者冷哼一声一脸不屑 贵派收了我们五十两黄金帮我们铲除魔狼王 怎么就派两个黄毛丫头过来 江云伯两人听后一脸尴尬 见此情形邹玉跳出来表示老头太过分 怎么能因为他们是女孩子就贬低他们呢 江池片刻邹玉提议和老头打个斗 邹玉拿出手忠玉敌作为赌注 老头一看是修仙者灵气 于是二话不说便同意了 赌注则是输了村子的东西任他挑选 谁承想这一切都是邹玉暗中计划好的 只要带着江云伯完成击杀魔狼王任务 就可以获得十大神器之一的太叙事碎点 这样离他的目标就能更进一步 然而温慕容却表示以他们的能力 本就不是魔狼王的对手 他们也是被师门师兄战白欺负 而原因则是江云伯顶替了战白成了掌门关门弟子 一直怀恨在心 而战白的叔叔是专管任务发布的长老 他们是故意在为难他 不得已才接下这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温慕容此时一脸尴尬 因为以他们的能力 本就不是魔狼王的对手 他只能说出实情怕邹玉会输 本以为邹玉会收回赌注 毕竟那御敌可是六品名气 不料邹玉拉着江云伯的手一脸必胜的表情 表示自己是心甘情愿的 温慕容此时心中暗想 为什么他如此自信 难道他知道魔狼王的弱点 总觉得有些蹊跷 可邹玉却心中暗醒 有本大爷在 就算是投诛也能轻松击倒魔狼王 更何况是主角呢 男人是十恶不赦的世界最强魔尊 如今却被几只土狗追着美山跑 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没羞没臊的魔尊生 可现在居然成了两个女人的宝镖 邹玉三人来到后山正在搜寻魔狼王踪迹 随即在森林深处发现一条 负责看守狼群边界的望风狼 邹玉提醒千万别杀 他得想个办法绕后 话音未落 而身为莽夫女的江云伯雀 已经冲了出去 他一箭便朝望风的魔狼斩去 邹玉看到这一幕人都麻了 虽然眼前这只魔狼被他斩杀 可以转身 周围几十只魔狼已然将他团团为主 下一秒成群的魔狼 便发败般朝三人所在的方向而去 经理无数曲折后 找到一个山洞躲了进去 他们才摆脱了魔狼的追踪 将两个女孩安顿好后 邹玉环顾四周 发现并没有魔狼来过的踪迹 并借口出去找点干净的水和吃的 本以为会浪费些口舌 没成想温慕荣拉着江云伯 却爽快答应了 邹玉走后温慕荣却陷入了沉思 为了调查他的行踪 他随即趁江云伯睡着后 也跟了上去 他之所以想跟上去看看 一切都源于这个邹玉太可疑了 在此之前 魔狼追赶他们的时候 竟然在害怕他 如今森林危机四伏 却一个人跑到外面去 感觉他在故意牵着他们走 这时只见赶来的温慕荣 看到眼前这一幕瞬间傻眼了 能略即挑战高级魔兽的魔狼王 竟然乖巧地站在邹玉身前摇尾起脸 温慕荣此时心想 难道他和魔狼王是一伙 他是魔祖 邹玉此时也发现 站在大树后的温慕荣 随即说道 温道友你怎么在这 此时温慕荣怒声道 魁云国这么信任你 你居然和魔狼一伙 邹玉此时挥手表示是个误 赶忙招呼一旁的魔狼王 变成了一只呆萌的火 而后解释道 他是万象狐能模拟 各类魔兽的气息和样貌 装逼吓人的必被召唤兽 没什么战斗 可以保护我免受魔兽伤害 这时温慕荣意识到自己误会 随即尬笑道 之前狼群不攻击 你也是因为他 邹玉肯定道 是啊可惜之前他受了重伤 所以护不住我们所有人 随即邹玉也不再多言 拉着温慕荣的手往煽动感觉 殊不知这一切都已经是邹玉计划好的 早在十分钟前 他便和魔狼王谈好了 明天惨死在江云伯手中 到时候邹玉会暗中 用灵力保护他 不会让他真死 将这一切办妥 在回去的路上 碰到跟踪自己的温慕荣 为了打消温慕荣的怀疑 便让一只暗中 跟着他的魔族女修 变换成万象狐 演了这么一出戏 如今不仅打消了温慕荣的疑虑 还能让这变成万象狐的女修 正大光明地跟着他 邹玉想到这不自觉坏笑起来